为了表达对声障团体的支持 帮助声障朋友自力发展 总统马英九及内政部长李鸿源 今天出席千里传情爱线101促销记者会 试吃声障团体制作的各式糕点 手工饼干等伴手礼品 总统马英九今天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声障团体的支持 并呼吁社会大众多购买声障团体制作的中秋伴手礼 创造销售业绩 今天有多家声障团体出席记者会 展示他们的中秋节伴手礼品成果 台湾情报记者蒋凯骏刘韵采访报导